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 辽宁省本西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银 正厅及涉嫌受贿一案 由辽宁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日前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已涉嫌受贿罪 对刘银做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天然气氛公司 原副总经理吴散奇 涉嫌受贿一案 由辽宁省朝阳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朝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日前 朝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已涉嫌受贿罪 对吴散奇做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大连海洋大学原副校长冯多 副厅吉 涉嫌受贿一案 由辽宁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朝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日前 朝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已涉嫌受贿罪 对逢多做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 二级徐事员史国生涉嫌受贿一案 由山东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日前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已涉嫌受贿罪 对史国生做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原副徐事员绕勇 涉嫌贪污受贿一案 由青海省海东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海东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日前 海东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已涉嫌贪污罪 受贿罪对绕勇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